那么Creator AI已经完全支持这个黑森林大模型的一个部署 那么部署只需要30秒钟 很简单 你完全可以抛弃这个Confi UI 带来的一些繁琐的一个节点功能 那么首先登场的这一张图片 是来自第一位模型产生的 一个多视角的人物图像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物图像还是存在一点问题 那么我们确实是可以使用这个Creator AI 对这一些画面进行快速的一个修复 但是经过我们对这个Pro的版本一个了解 Pro生成的这一个一致性图片的效果真的是很好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张照片 都是通过Pro直接产生的一致性角色 那么这些照片都是没有经过任何另外的加工处理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张图片 它也是通过Pro产生 它在这里的手臂部分是出现了一点问题 所以说这个Pro版本 它也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有缺陷的图片 那么目前主要有三个版本 那么这一个Dev是开源的SCHNELL 这个是快速版本 然后这个Pro是一个币源的一个版本 那么前两个版本是可以在网络上下载到这个大模型 那么我们使用这一个相同的一个魔法词产生了五张图片 我们可以看到一张图片中其实还是有一点问题 那么我们对三个模型进行一个对比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快速版本 也就是这个SCHNELL 这个版本 它的一个角出现了第三个角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个版本 它的角部也是还是有一点问题 那么最完美的这一个版本 就是这个Pro 那么这也是一个没有开源的一个版本 那么至于SD3.0 那么现在你看到的这四张图片 也是通过这个Pro产生 那么如果你让我分辨这几张图片 哪些是AI产生 那么如果我不仔细看的话 我是无法分辨 那么这是Pro配合可能生存的一个效果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图片 都是通过这个黑森林大模型产生的 那么这个效果都很好 那么现在我们对这个双能进行一个测试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双能图片的时候 它有一些内容还是会产生一些问题 那么如果我们通过训练FLUX一致性的一个罗拉 再配合这一个可灵进行这个动画制作 那么我想应该是未来会有很多这方面的一样一个动画 那么虽然这个FLUX这个罗拉 现在已经可以进行一个训练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一般人还是在等等 我们没有必要去这么冲锋限制